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天到議會針對大巨蛋和柯市府三大案進行專案報告 不過台志光繼四月八號被市府解約 先是五月二號拒絕協商 竟然還主張如果市府位一合約全額給付專案費率兩千一百元 將會按照民法收取利息 讓藍綠白議員其轟實在太囂張 對此蔣萬今天強調不接受台志光說法 市府的立場不會動搖 這個不是讓你斬桃花用 這個是要讓你斬藥除抹用 綠營議員送上桃花木劍 要江市長查前市府弊案得快狠整 你會不會堅持一七六一的費率 從五月份開始就開始支付 會不會 我會堅持 會堅持 所以你不會因為這個回文 就回到兩千一的費率對不對 不會 台北市長蔣萬安時候到議會針對大巨蛋和柯市府 三大案進行專案報告 雖然市府四月八號已經發函給台志光 購置解除紫約 但五月二號 台志光先是拒絕出席協商 甚至最新還回文 如果市府不依照合約 全額給付專案費率兩千一百元 將以民法規定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持延利息 捍衛市民的權益的立場 非常堅定 絕不動搖 而且我也絕不接受 台志光的說法 民眾黨團也在質疑 蔣市長聲稱和台志光沒有簽新約 卻連全市府哪些局處跟台志光有簽約都搞不清楚 很多相關的機關都是有簽 相關的機關是哪幾個機關 今天在跟你講備援 台志光的整體後續的備援 幾個單位你回答不出來 你在跟我爭笑嗎 上一次報告你講不出來 上一次市長來我們黨團回報 你也回答不出來 雖然說是前朝爭議 但從大巨蛋到三大案 將市長處理起來一樣棘手 介紹方馮浩宇 台北採訪報導